你知道嗎 在化療或放射治療 他們那個 一個是黏膜會破壞 營養會降得很低 白血球會很低 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感染發生 所以它需要一個是什麼 需要一些優質的蛋白 可是它很虛弱的時候 又不想吃肉 所以這個時候 這種孤類的時候 第一個是它的蛋白質 要蛋白質夠才能把它 黏膜什麼這些修復 第二個心 心事上會促進它的那個 白血球的那些殺細菌的能力 因為它只要感染 另外就是手術 比如說手術完之後 你傷口要癒合 傷口要癒合一定不能感染 一感染的話傷口就不會癒合 第二個它提供足夠的這些蛋白質 必須胺基酸 那還有什麼 我是其實滿建議那些高壓族群 或喜歡抽菸一組的 為什麼會怎麼樣 事實上因為它的 我們講心跟我們的 其實不只是男性的性功能 它跟你活力 跟那些肝臟的一些 為什麼你會有精神 跟那些肝臟的一些基礎代謝有關 加上那個我們講說 它是一個很多的抽菸 那些熬夜 這些很容易產生一些致癌物 那它又有一些高性 又有維生素B群 所以事實上 它真的是還滿棒的 那我有問題 就是我有聽過一個版本 是講說那個 濕的香菇跟乾香菇比的話 其實是乾香菇的營養價值 比較高 是因為曬過太陽 然後可以什麼提升免疫力 跟人曬太陽一樣 維生素B群 跟人曬太陽應該是對的吧 豬裏科真的還不錯 對 有 還會一層 終於有對一題 怎麼說呢 其實確實 在食材裡面 要有維生素D的真的比較少 乾香菇確實是首選 它去曬太陽之後 它裡面會轉換成麥角固醇 它確實是在體內 合成維生素D的一個 很重要的原物料 對 所以其實它可以 幫助維生素D的一個合成 所以你吃進來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維生素D是幫助 鈣質的一個合成 所以常常會很多人說 你吃香菇可以吃香菇 可以預防骨鬆 其實它是間接性的 並不代表說 香菇裡面的鈣很高 是說你要吃到的是乾香菇 裡面的維生素D 其實是滿足夠的 我可以其他任何菇類 我通通把它拿去陽台塞乾 我可以這樣嗎 你好激烈 目前 目前俗 反正我們出門上班也沒事 陽台就大家都有很多菇 剛才還那麼大 豬瑜常常有午後雷鎮宇 對 我們是建議 其實不要曬菇 曬瑜就可以了 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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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產生一些維他命之異 這樣就會有事 對 如果乾香菇買回來 有時候都很大一包 你不可能一下就全部煮完 譚老師 像這樣的香菇 要怎麼樣保存 其實我建議還是分小包裝 然後放在這個 就是密封袋裡面 然後再用抱紙 或紙包起來放在冷凍 這樣可以放最久 乾香菇也要冷凍嗎 對 其實這樣可以保存的比較 我是放冷藏 不夠 冷凍無敵 如果你有包裹 其實冷藏的 你就是要把它密封好 凱老師請問 有什麼東西不可以冷凍 這樣比較記得 什麼都不用冷凍 對 大部分都可以冷凍 然後什麼不要動 其實那個乾香菇 如果你在短期內 就可以煮掉的話 其實你可以放在冷藏也可以 冷藏 但是冷凍的它是可以放更久 放在冰箱以外就平常室溫 其實我不建議 因為這個我們台灣溫暖潮濕 像現在算 我們常常28度相對四度 常常就是85%以上 可是你看外面買乾香菇 看的都是一大袋 對 都放在外面 對啊 通通人都很常 其實它有的都會燻二氧化瘤 所以這二氧化瘤是必要之二 你回來香菇泡一下 對 其實泡一下 然後大概是60度C泡30分鐘 就有效 可是那個香菇水都說要流下來 泡30分鐘 對 乾香菇水一定都流著的 所以不要 不要把香菇水拿來沖面 倒很久 你可以先把香菇燙一下 然後洗一洗 然後再去泡的水 你再重複使用 我覺得那是OK的 對 你可以燙一下 或者是一般去除二氧化瘤的 這個時間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水泡是有特別的營養 因為他們就覺得香氣 香氣 炒菜 炒菜 怕浪費 覺得說這個也很香 對 了解 不過另外我們還有什麼菇 可以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可能對小孩的成長 比較有幫助 還有什麼 其實我們整理的就是 因為剛剛提到免疫力 其實跟蛋白質 還有剛剛我們提到的心有關 我們整理出來 就是蛋白質前幾名的 超厲害的 真的 前幾名的 你會發現你看花菇都有的 對 對啊 所以小朋友 其實如果要跟免疫力 或是大人常常感冒 上班族坐在辦公室裡面 常常會三不五時 隔壁小感冒 你大感冒 我就要吃花菇了 真的 自從生完孩子 就已經感冒了兩 三次了 真的 太累了 真的 老公 我要花菇 不是 那人比較貴 還沒有 來 拿回去 還有那邊有一朵 好吧 兩朵 兩朵 當然有兩朵 都自己在買 對 所以其實花菇是很好的選擇 然後如果說你真的蛋白質的部分 針對小朋友的話 還有那種比較營養不良的老人家 現在很多老人家是營養不良 不是營養過剩 對 那他真的要補充 從蔬菜裡面補充蛋白質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 像袖真菇 草菇這些 都還滿好入口的 那新的部分 提升免疫力的話 其實花菇跟香菇 其實這香菇常常碰到 所以為什麼常常 你看生病的人常常要喝香菇雞湯 對 對啊 其實就是除了雞肉 有蛋白質之外 其實香菇你去熬 其實它也有分解成胺基酸 也比較好吸收 對 所以其實這個都可以選擇 那另外我建議 如果說你們家有胖小孩的話 那你擔心他吃太胖 然後又吃太多肉 可是你又擔心他蛋白質不足 那事實上 你可以用半分數的方式 你會發現 菇很適合什麼 很適合跟肉一起搭